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6月22日 欧洲与俄罗斯正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也可以说,双方正处于战争的边缘 一个弄不好,就是战争 由于欧洲多数国家是北约的成员国 一旦欧洲与俄罗斯发生了战争 那就是俄罗斯与北约的战争 美国当然也会被卷入 甚至于有人说 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6月17日 立陶宛宣布 从18号开始 禁止俄罗斯通过该国的领土 向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过境运输货物 主要是指铁路而言 我们看一下画面 加里宁格勒面临波罗迪海 位于立陶宛与波兰之间 陆地面积是13,300平方公里 人口大约是95万 是俄罗斯远在他国的一个州 这种情况 我们俗称飞地 也就是说 这块领土不与俄罗斯国土直接接壤 而是在他国境内 从俄罗斯国土境内到加里宁格勒 需要经过白俄罗斯 然后穿过立陶宛 这是最近的路 如果不经过立陶宛的话 也得要穿过波兰 否则的话 就得要走海路了 从圣彼得堡航行波罗迪海 再到加里宁格勒 既然立陶宛宣布 禁止俄罗斯向加里宁格勒 过境运输货物 自然 乌克兰与波兰也不会愿意让俄罗斯通过 俄罗斯就只能够走海路了 但是海路比较耗费耗时 立陶宛声称 这个决定是在欧盟制裁俄罗斯的框架下 所进行的 立陶宛想要依托欧盟的框架 摆脱责任 那么,欧盟怎么回应呢?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长伯雷利说 立陶宛对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封锁 无法与乌克兰危机相比 因为它没有全球影响 你看,欧盟的回答七七八八的 模模糊糊 既没有说这是我们欧盟下的命令 也没有说 这的确是在欧盟的框架下所进行的 这个说法等于是把球抛回给立陶宛 但同时 又说这没有什么国际影响 好像是暗示说 这是俄罗斯与立陶宛之间的事 大家不要夸大了 不要把这件事国际化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其实,应该可以清楚 立陶宛应该是听了某大国的 然后,把锅甩给欧盟 但是,欧盟不想背这锅 就给出了某人两可的回应 把球丢回给立陶宛 不过,欧盟这样做仍然有风险 因为,俄罗斯如果急了 用战争手段来解决 欧盟就会被拖下水 毕竟,欧洲国家多数是北约的成员国 一旦北约与俄罗斯开战 欧洲躲不过 只是,这件事上 欧盟仍然会躲在美国后面 但是,欧洲仍然会比较吃亏 因为战争就是发生在欧洲本土 欧洲这是管不了立陶宛 也无法让美国出面 不得已才搞这么一出 某人两可的戏嘛 如果按照俄罗斯的个性 脾气 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一定会选择报复 甚至于出手教训立陶宛 但是,俄罗斯要教训立陶宛 也会面临一些困境,一些困难 俄罗斯如果要对立陶宛出兵 需要经过白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有不少的部队 正在乌克兰战场上 打得如火如荼 把兵力分散到立陶宛 等于是双线作战 如果不想要长期双线作战 就得要在立陶宛战场上 数战数决 但是,如果俄罗斯在教训了立陶宛之后 立刻退兵 那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因为立陶宛可以在俄罗斯退兵之后 仍然禁止俄罗斯过境运输 问题解决不了 如果俄罗斯军队不想要过境他国 只能够走波罗底海 依靠海军的力量 但是,从波罗底海出动海军 会惊动整个波罗底海周边的国家 芬兰、瑞典、丹麦、波兰、德国 还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国家 都会被牵扯进来 尤其是芬兰、瑞典、波兰以及德国 这样就更麻烦 事件也会扩大 立陶宛就是看准的这一点 才会以身涉嫌 结论是,俄罗斯这一次难以妥善解决 因为事件复杂 无论俄罗斯采取哪一个方案 尤其是军事行动 都会涉及到多个国家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俄罗斯有多少选项可以对付立陶宛 首先 俄罗斯可以切断与立陶宛所有的能源联系 也就是停止供应任何的石油与天然气给立陶宛 不仅仅是能源 其他的矿物资源也停止供应 可能有人会说 立陶宛人口不到300万 对俄罗斯的能源与天然资源的需求 量不是很大 没关系 就把立陶宛甩给欧洲 甩给美国 让美国与欧洲来照顾立陶宛的需求 让立陶宛变成欧洲与美国的包袱 第二 俄罗斯不承认立陶宛的独立 把之前的承认撤销 1991年1月 立陶宛议会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因而导致了所谓的一月事件 苏联因而派兵镇压 不过也只有三天的时间 受到国际压力 苏联最后停止攻击 二月的时候 立陶宛举行独立公投通过 俄罗斯现在的说法是 撤销之前对立陶宛独立的承认 让立陶宛地位悬而未决 不过这只能是过渡性的办法 不会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只是谈判 施压的手法 第三 退出当初与欧盟关于立陶宛的协议 当初立陶宛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时候 双方有协议 立陶宛必须保证 俄罗斯的公民和商品 不受干扰的往来加里宁格勒 现在等于是立陶宛片面的撕毁了协议 立陶宛是在2004年 北约第二轮东扩的时候 加入北约的 第四 俄罗斯可以要求收回克莱佩达 克莱佩达是立陶宛在波罗的海 唯一的海港 根据二战后的波兹坦会议的决定 梅梅尔和科尼斯堡由德国转交给苏联 后来 史达林时期 把科尼斯堡交给俄罗斯 把梅梅尔交给立陶宛 科尼斯堡成为现在的加里宁格勒 梅梅尔成为克莱佩达 俄罗斯的说法是 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者 因此 当初苏联的决定 俄罗斯现在有权可以重新审核 第五 建立苏瓦乌基走廊 什么是苏瓦乌基走廊呢? 大家再看一下画面 在波兰与立陶宛的国土边境 有一个45度角的交界地区 画面上是紫色的部分 这部分被称之为苏瓦乌基走廊 俄罗斯想要打通这个走廊 就可以从白俄罗斯经由苏瓦乌基走廊 通到加里宁格勒 俄罗斯认为这是最终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这就意味着 俄罗斯得要通过战争的方式 俄罗斯与北约的战争就无可避免 我们现在来评估一下 这五个方法 除了第一个方法 切断对立陶宛能源与天然资源的供应 这是可以轻易办到的 其他四种方法都不容易解决 牵涉面广 牵涉的国家众多 而且还会引起与欧洲的战争 与北约的战争 加里宁格勒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加里宁格勒是德国东普鲁士的首府 战后 这块地区被划归苏联 原本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在苏联时期 立陶宛也是苏联的共和国之一 但是,后来立陶宛独立了 加里宁格勒就变成了一个在地理上 被隔离的地区 变成了俄罗斯的一块飞地 如果立陶宛没有禁止俄罗斯的过境运输 大家相安无事 现在,立陶宛违反了当初的约定 问题就跑出来了 为什么立陶宛这么大胆 敢于在俄罗斯的头上动土呢? 合理的推测是 背后有美英两国的痕迹 眼看着,乌克兰快撑不住了 于是,就让立陶宛在这时候冲出来 使绊子 这一招的确让俄罗斯难办 问题是 立陶宛愿意听一些大国的安排 俄罗斯也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扩大范围 来评估一下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对美英两国来说 好处是,纵然乌克兰战争最终停火了 仍然可以延续欧洲的动荡局势 这种情形有利于美英两国 但是,对德国与法国来说,就不好办了 这表示,德法两国将会身不由主地被牵着鼻子走 继续与俄罗斯纠缠 该如何反击呢? 这是下期的视频 那天我们有连续两期的节目 当时我们说,俄罗斯不需要急于投注心力 彻底解决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 我们说的是这时候 俄罗斯应该要集中资源与力量 在乌克兰战场上 芬兰与瑞典那时候 之所以决定要加入北约 不就是趁火打劫吗? 趁着俄罗斯陷入俄乌战争 无暇他顾 于是决定加入北约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胜利 而且是决定性的胜利 芬兰与瑞典就得要考虑再三了 主要的原因是 芬兰与瑞典要加入北约 在程序上要花上一段时间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 却有可能在三四个月之内 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如果俄罗斯把战争拖过夏天 又取得了明显的战果 欧洲的压力就更大了 为什么说拖过夏天呢? 因为夏天这时候 许多粮食收成了 全球粮食从春季到夏天的时期 到底收成多少就清楚了 今年全球粮食的状况是 缺粮 估计在这时候 欧洲会面临更大的粮食价格压力 然后再过三个月 冬天就要来临 欧洲要面临冬天取暖的问题 更需要天然气 欧洲这时候会缺乏底气 持续的与俄罗斯抗争 较量 我的看法是 第一 历史遗留的问题不好解决 以俄罗斯现在的处境 也难以有能力解决 第二 俄罗斯可能会报复立陶宛 采取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措施 至于军事打击 可能得要考虑一下 毕竟一波战事还未结束 不宜再清起战端 当然 俄罗斯也可以采取空运的方式 强行通过立陶宛领空 立陶宛原本的禁令是 依照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令 诸如煤炭 金属 建筑材料 化肥 石油 和先进技术产品 不能够通过立陶宛的领土 其他的物资不受影响 立陶宛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绕过俄罗斯的制裁 报复或是军事打击 那么 俄罗斯强行金融空运 反正立陶宛也无法拦截检查 那么 立陶宛的禁令 就对俄罗斯无可奈何 我们不清楚 当初的协议 是否只是限于 陆路运输的方式 如果不是的话 俄罗斯就有理由 经由空运的方式 或是宣布 进入紧急状况 俄罗斯必须要用空运的方式 必须要有人道通道 这也是依照当初的协议 只是空运的花费就高了 难道立陶宛敢打击俄罗斯的运输机 把俄罗斯的飞机打下来吗? 如果立陶宛敢打 俄罗斯就有理由出兵 当然 俄罗斯还可以有一个法宝 俄罗斯什么东西多呢? 核弹头多 俄罗斯可以警告欧盟 如果欧盟不解决这个问题 俄罗斯会把导弹金融海运 运到加里宁格勒 部署在加里宁格勒 导弹放在加里宁格勒 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首都 国土都会在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 至于是什么导弹 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在没有开通会员频道之前 我们的节目在用词上 还是要含蓄一点 只要大家懂得就好 据路透社伦敦报道 20日的时候 俄罗斯强烈警告立陶宛 如果立陶宛不迅速 恢复俄罗斯向加里宁格勒 运送物资的通道 莫斯科将会采取措施 捍卫国家利益 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召见了立陶宛 驻俄罗斯临时代办 要求立即改变所谓的公开敌对举动 莫斯科表示 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只是严重了 而是对一切的侵犯 俄罗斯将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 以保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这两年来 我们在节目中也一再地说 西方文化缺乏所谓的双赢 很难进行双赢的努力 虽然 英语有这样的词汇 Win-Win 其他语言也有 不过实际上 西方社会就是不停的斗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发源于欧洲 当然 日本在二战的时候 也是发动战争的国家 总之 我们还是之前那句话 中美俄欧四方 面临着一场长时期的敖战 并且中美两大国 如果没有经过一场战略相持 两国之间的斗争是不会停下来的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